请问你是怎样理解备胎的 科目四名文规定 备胎不能作为正常轮胎上路使用 但是科目一又有规定 没有备胎不能上路 那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备胎你得有 但不能经常使用 请问你知道现在社会有哪些狠人吗 收费品呢说你家的废物这么多 服务员说小份不够 建议你吃大份的吧 网管说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滴滴司机说请你搞清楚你的位置 拉面师傅说刚拉的趁热吃 驾校教练说练得不错准备上路吧 快递小哥说你是大贱货还是小贱货 如果有个男人勾引你你怎么拒绝 我还用勾引吗 我是说如果 我为什么要拒绝 医生说我失去太重 需要亲热解毒 但他没有说和谁亲热 好心的小哥哥 能不能帮帮我 助人为乐 哎呦你妈 老爸 干啥呀你我老 你说咱俩结婚都三年了 一直想要个孩子 你说我的肚子咋没动静呢 你明天上医院检查一下吧 比咱有啥毛病 我可没啥病啊 你去检查吧 我没毛病啊 妈那你咋的啊 我以前跟前女友打过一个 啥 那我哥没毛病了 你咋的啊 我跟我前女友打啥呢 本哥 听说你很耗色哦 我我一点都不耗色 真的假的 你不信啊 嗯不信 不不信那里请我一下试一下 考验一下吧 来来 哈哈哈哈哈哈 再来